路数倒塌甚至压断了电线杆的状况 造成多个乡镇大停电 威廉岩防 郝大宇还有强振峰公路总局 已经在11号凌晨零点开始 预警性封闭苏华路廊 苏澳到崇德段 预计要等到今天下午4点过后 才会全线恢复通行 而在中横台八线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 预计要等到中午过后 才会是情况来再做开放 此外也考量到宜兰县的平均风力预测值 最小数值达到了8级 为确保行车安全 在国道5号的头城苏澳路段 最高限速已经降在至每小时40公里 并且禁止大型车辆通行 清洁对手拿电锯 准备将一颗横倒在路边 长约10米的大树给锯断 停在一旁的小客车 车损相当严重 不止挡风玻璃全碎 就连车顶的天窗 也被倒塌的大树给硬生生插进车里 若是当时车内有人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花莲吉安乡的一处巷弄里 11号深夜2点 有民众在家中听到一声惊天巨响 吓得赶紧出门查看 这才发现有大树 疑似不敌强风好雨硬生倒下 公所人员获报后 赶紧派员前往现场进行清除作业 不要跟我们通报说没电嘛 没想到花莲市区惨况还不止一处 在吉安乡的甘城村 也出现树木不敌强风被吹倒的情形 不过由于旁边有电线杆 电线杆被断裂的树木挤压 导致接触减脱落 造成多个乡镇大停电 总共影响3353户 镜头来到崇德管制口 多辆小客车塞塞塞 全挤在黄色栅栏前要等待通行 你们等多久了 等快半小时 你们是来看它会不会开放吗 对啊 等到一个时间我们就走 如果它一直不开放怎么办 我们就可能搭火车北上 11号晚间宜花地区风雨加剧 考量山区道路质载风险比较高 为了确保用轮的安全 因此苏花路廊 苏澳至崇德路段 从12号凌晨0点起 全线预警性道路封闭 预计下午2点会先开放苏花改 一直到下午4点 全线才会恢复通行 不过还是得试风雨状况 来做弹性调整 至于中坑台8线 目前也是全线封闭状态 预计要到12号中午以后 是情况再做开放 另外考量宜兰县的平均风力 预测值的最小数值达8级 为了确保行车安全 从12号中午12点开始 国道5号投城苏澳路段 最高速线将为每小时40公里 并且禁止大型车行驶 也请用路人多利用公路总局 省道及时路况系统 来持续关注最新路况 记得陈敬业花联报道